草木皆兵 东晋时代 秦王福坚控制了北部中国 公元383年 福坚率领步兵骑兵八九十万 攻打江南的东晋 晋军大将谢时谢玄领步兵八万 前去抵抗 福坚得知进军人数很少 就迅速的进军 大举进攻 福坚的先锋部队二十五万 在寿春被谢玄部下流劳之 出骑兵击溃 杀死福坚大将梁成 士族死者一万余人 余下士兵皆惊恐万壮 狼狈逃跑 此时福坚同他的弟弟福荣 在寿春城上望见进军阵列严整 将士惊悍顽强 锐不可挡 又北望八宫山 草木皆累人行 福坚回头对福荣说 这是强劲的敌人啊 怎么说进军少呢 福坚脸上顿时浮现出一副失忆恐惧的神情 由于福坚内心惊恐 于是靠肥水北岸布阵 这时带领禁军的将领谢时 谢玄提出要求 要秦军稍往后退 让出一点地方来 以便禁军渡河与秦军决战 福坚妄图趁禁军渡河一半之际 来一个突然袭击 一举消灭禁军 因此接受了禁军的要求 不料一生后退令下 全军动乱 不可收拾 禁军趁势渡河追击 把秦军杀得丢盔卸甲 尸横遍野 芙蓉阵亡 伏坚重箭 只得带领残兵败将 往淮北逃窜 后来人们把草木皆类人形 说成草木皆兵 用来形容 人由于惨败而神经过敏 极度惊慌 以致疑神疑鬼 看见什么都惊恐害怕 哪位 即可 必须促